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定挣扎最鲜艳路海 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这种好看 那么深刻 我看那个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下次你们要旅行 要的去这里啊 多漂亮 你说好不好 我一到那儿就摔倒 然后紧接着就感冒 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啊 和我八字不合呢 你不信 那个地方 有点贵不贵啊 道歉一往下 我还真不知道 给别人花钱是吧 这受不了嫁给这种高富帅的人 嫉妒啊 你羡慕了是不是 对了陌生 下午我要去你老公的事务所采访项律师 你有时间吗 跟我搭一下 项律师 项横啊 我才发现原来事务所里还有另外一个大帅哥 这次我一定要采访到他 是几点啊 因为原本今天下午主编是约了我去那个电视剧剧组采访 是晓晓的那个他新出电的那个电视剧吗 对啊 我去 你臭疯了 你不是最不喜欢去晓晓那个地方的吗 你之前还抱怨陌生把活都扔给你 你现在倒主动来融合我 我我我我不是仗义吗 对吧 那那种工作跟咱们平时棚拍不一样 你得抢位置 我怎么能让一女同事去 正与心合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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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社怎么这种工作都接啊 这一次剧组的服装呢 是由大牌赞助的 而且我们的切入点也和其他媒体不同 没关系的远峰 我可以去的 要不你跟益进一下我去事务所吧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 你你你你这刚休假回来也挺累的 然后 你看你这两天还有点咳嗽 是不是有点感冒啊 你就先做点轻松的工作 然后把这脏活的活都随给我 没问题 你确定不用我去啊 确确定没问题 你好关心陌生啊 什么呀 那个哎呦我 怎么那么 灶啊 我怎么喝点水啊 乖乖 上吧 有点热啊 有点热啊 怎么了你 陆圣 我我想问你点事 那个肖小 少梅 少梅 少梅没什么好问的 上次我不在 听说你结婚了 你得请我喝起酒啊 谢谢 到时候你跟姨梅一块来 姨梅 我先忙点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啊 礼物呢 已经让美婷去发了 不是吧 你走这么久 我跟向恒都被泪成狗了 既然没有特殊礼物 下回补上 对了 你结婚的事没跟家里说啊 嗯 有点太突然 我本来打算元旦带陌生回去的 不是 我一不留神 跟你没说漏嘴了 她来过师傅所 是啊 你们俩这点事 这么多年我都看在眼里了 说实话 你真是铁石心脏 帮我走心软了 不完整的 永远不是最好的 我妹妹应该得到最好的 有时候做多了 才是伤害 不懂你们这些 对了 听说小师妹的杂志社 要采访向恒 不是他们也太没眼光了 你选来选去 你为什么不选我呀 提量一下 人家也要考虑销量的 过去 对了 对了 你第一个不选你 他说的 你怎么看 你能看 哪些不选你 依媚 义媚 你趁打电话过来了 你知道她结婚了 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我终于明白 这一星期你在想什么 姨妹啊 虽然妈妈鼓励过你 要勇于抓住自己的幸福 但是 她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必须忘掉她 我觉得她不值得 那个女人根本陪不上她 直不值得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 我们家养育她这么久 从来不求回报 你和爸爸 她当亲生儿子一样照顾 我和她从小找到她 难道这些感情 还不如一个外人吗 不许再说 为什么不能说 她都不在乎我们了 我们干嘛还要维护她 姨妹啊 爱情和亲情 不能混为一谈 当年姨琛的父亲 对我们家以后 我们两家又是死交 在她家落难的时候 我们养育姨琛 是我和你父亲 应该做的 也必须做的事情 姨琛对我们家 做了很多的事 这都是清醒 但是 你不能拿她当爱情的成马 更不是指着她的理由 姨妹啊 你千万不能振你的心 妈 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都市白领的新闻发布会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萧小小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可以自由提问了 萧小姐 请问这不变成《御圣琴》的助理制作吗 没错 这是我从模特转行来的第一部作品 当然我也希望了以后会有更多作品带给大家 萧小姐 请问一下你在做演员和做模特的感受 其实这个转变蛮奇妙的 但是我觉得做模特能够带给我很好的镜头感 会给人很多的时尚感受 那也更加能够帮助我在戏剧方面确定自己的风格和路线 是件好事 萧小姐 请问您以后的发展方向是往影视方面发展 是两个一间步的 当然了 我觉得能够设计到更多的行业充实自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其实有机会呢 我也希望像主持啊歌手啊都多多的发展 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支持我 好 谢谢 我们的提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萧小姐 您能再买几个泡子 让我们拍几张照片吗 谢谢 没问题 是这样的 我们原向和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呢 有一直秉持着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是我们的宗旨 那向律师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律师这一行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一直都觉得作为律师都需要有一颗纯净 稍微等一下啊 我说师妹 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你这明晃晃的看着我 我没有办法当无二人的接受采访 去 找一辰玩耳术 我可是撒风做哪事情啊 陌生 要不你先找你们家律师去吧 照片等我采访完了 一会儿再补 快去 那我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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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坐 过来采访 向师兄把我赶到这儿来了 怎么回事 他说 如果我站在他旁边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 那么黯然地被采访 也是 你跟他这么熟 他怎么吹血 所以喽 就等他吹完之后再过去 这次放假我打算回老家 是去见乙霉的爸妈妈吗 总得带你去见姐叔叔阿姨 这么快 你紧张什么 上次不还很想见的 你还说呢 上次我头发哪有这么短啊 不过也好啦 在香港给他们买的燕窝 刚好可以让他们快点吃掉 就是这样 你会觉得很无聊吗 你也还在这儿借一个电话 师妹 可以给我招相了 可以给我招相了 你这牛奶吃的 什么话 像我这么有才识的人 怎么可能吹牛呢 雨晨 你老婆带走了啊 带走吧 记得还 还 我到时候在楼下贴个失误招领 我看你去不去 你俩不要拿我看完照了 走 你要的东西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你也在咱俩剑 好 头在周围踏踏了一点点 对 往左一点点 拍完了吗 不是吧 我刚把人带过来你就过来要人 你怕我把你老婆卖了 他都拍完了 小达哥很上进 你以后要买post的话 你有电话 回一个位 好 文英大哥 你找我 是的 陌生 有事吗 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现在 我去早时设计你 不用 我现在正到外面出外景 你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回电话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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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等一下 我正好要到浦东新区法院 顺路 送你过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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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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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的礼物 对不起 陌生 我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看见了惊吓更多 对不起 我 我没有想到 你不用想 这些 我都可以帮你想 这里面有我们共同的记忆 很多作品 我看着他们单身 不不不 这样太让您破费了 我不 我不 不仅仅是为你 也是为了实现我的一个梦想 陌生 我曾经想过 你一路拍摄 我一路收藏你的作品 每隔几年作品多了 我们就办个摄影展 等我们老了 一起看过去的照片 一起 回忆 陌生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殷大哥 你说过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要找寻 你曾经的女友 我说要找回失去的爱 是你 不 殷大哥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我们从来都没有结过婚 我们的结婚是假的 我不能接受 殷大哥我还要去上班呢 殷大哥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明明这些年是我和你在一起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比它要长 不是这么算的 那该怎么算你告诉我 莫生 失去的东西就不应该再追回来 即使追回来 也不是从前的样子 我们现在很好 是吗 很好 就让你一个人搬家 一结婚就趴向你去工作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关心 那是以前 我们现在很好 我会好好经营我的婚姻 你和她没有什么婚姻 对不起 莫生 也许你觉得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但是对我来说 它从未结束 无论是从法律上 还是在我心里 法律上 什么意思 我们的离婚协议有问题 所以离婚被判无效 这不可能 我 怎么可能无效呢 我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无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莫生所以你还是我的妻子 你和何一生的婚姻是违法的 不 这不可能 我有离婚判决书 那只是一张废纸 每个离婚需要经过法院审判 对 我们都是互相签了离婚协议 然后交由律师送到了法院 有没有拿到判决书 拿到了 多久拿到的 挺快的 没多久就拿到了 没多久是多久 我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回答我 这个很重要 不到一个月吧 然后我就回来了 不到一个月 莫生 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让你回国 我以为你会死心 我太清理也太自负了 所以我想弥补这个错误 我不计较你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我不在乎你们发生了什么 莫生 我们回美国重新开始好吗 我先走了 莫生 好了 我给你时间考虑了 秦桑 你没走啊 我在等你 上车 滚 我再等你 上车 嗯 嗯 嗯 一辰 有件事 要跟你说 什么 刚刚 刚刚应大哥他跟我说 我跟他在美国的离婚 背叛无效 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这么跟你说的 你 你 你知道啊 前几天刚刚被告知 我带你去个地方 记得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路过这里 你说 如果婚礼在这里办 倒也不错 雨晨 这是不是挺不错的 以后我也要再热剧新婚礼 怎么样 你看那儿 我把那儿 那儿 那儿 全部摆完没对花 而且一定要是白色的 白色的 还有那里 要摆一个大大大大的花团 超级大的那种 我说 我要是你的话 我会先回去把高树护抢 喂 我跟你说真的 这个地方很难定 起码要提前半年 不过他们的股东之一 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订到了 什么 你 你 一个人 好 一杯 好 还好 还有 你 还有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天站在绝线 七年前 这个地方很漂亮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 已经有点旧了 在你看过更好的地方之后 你还会喜欢呢 我的眼光一直都这么旧 就喜欢以前的 恭喜你 张小姐 你以前的眼光就很不错 是的 张小姐 当时我们把这里都包下来 朋友们可以在这里玩一天 还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做 可是找不到满意的事情 现在好像不错了 时间还在变 我们还在变 暂情你 伤心 你 你 我 我 愿意嫁给你 我们不是任心结婚吗 就像你说的 这不一样 今天 才是属于我们的婚礼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天站在最鲜艳路牌 等着我 一定会来 一天 恢复你 你 你 真联 啊 很丰盘 挺可悠的 星级 你还能更煞风景吗 我刚才能跟你吵过气的 我知道 我不会趁现在欺负你的 我一定会来 你就是漂亮的月亮 我的生命 等着我 其实是可以进来的 现在 这里 我还有一个地方 有没有 你 爱你 别 kitten 你看 你 还 你 你 你 去 你 那 你 跟你 你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胡言醒过来了 你怎么没睡觉啊 在想一些事情 想什么 我在想 你刚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以为 你会一直都说 你不想知道 对不起 你现在告诉我好不好 你真的想知道吗 那个好长的 我以为你会先问别的脑 不着急 慢慢说 你知道我英语有多差的 刚到美国的时候 就连路牌都看不懂 每一次 都是越走越远 还有一边学英文 有没有你教过了 美国的方便面也很难吃 对啊 有一个牌子的方便面可难吃 就算是加鸡蛋 我看有没有办法去拯救他 那你为什么不吃别的 因为别的都很贵 而我当时 真的很穷 你 爸爸没有给你钱吗 有啊 很大的一笔 当时都把我给吓了一跳 后来是在报纸上看的 我才知道 就把这笔钱 给寄到大使馆里去了 那大使馆 有没有寄表演信给你 那大使馆 那大使馆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我又没有留下名字 那一次 是在一次 花人大捐款里寄的 其实我没有想什么 特别高尚的想法 就只是单纯的觉得 如果没有那笔钱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爸爸还活着 我们也还在一起 还要呢 还要呢 还要 i 啊 一针 现在 可能我会很难过的 可是在提起这些事情 我竟然一点都不能 因为现在 赢我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问我说说你的事情吧 我也想知道 这七年以来 你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好 不过我的事情比起枯渍 你听了我学长 那不是刚刚好 正好就到时亲你 不过我的事 温盛 把头发留长 五短头发 真的很难看吗 真的很难看 唉 吓 我 那么快啊 注意安全 走吧 拜拜 换上我来接你 没了 博生 天天嚷着吃的鸡蛋罐饼给你带来了 谢谢 干嘛 你这眼睛怎么肿肿的呀 还肿吗 你以为按一下这眼睛就不肿了 博生 你的智商它去哪儿了 飞走了 飞走了 他走了你就给我惊喜是吧 是 原律师 我听说你们所里这方面最擅长的是何律师 为什么不见他来 是不是对这个案子不重视了 严重 严重 哪能啊 你们这个案子 是我们所演下最重要的案子 何律师昨晚连夜整理资料 形成报告所以才会来吧 放心 放心 已经在路上了 好 抱歉 我来晚了 你招架上了吧 你招架上了吧 便经双方充分协胜 我们这次呢 何律师 刚才错怪你了 原以为你的迟到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原来就像原理师所讲 你在赶资料 是 熬夜了 这个案子交给你我们放心了 有你这个态度 就算输了 我也不生气 我倒没把握回书了 我相信你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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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说吧 到底为什么迟到 不是为了案子吗 少来 我还不了解你 这种案子你假情就熟 还要熬夜 老袁 早点结婚 你就懂了 看见没有 才结婚几天啊 这三天两天跟我秀恩爱 这还没习惯 我早就淡定了 这还叫秀恩爱 那老袁 你早点习惯 说不定以后天天秀 不是 你这种日子没啥过 我要去征婚 还对了 我还有件事 今天我既然迟到了 我也随便早退吧 这谁老大 这里谁老大 叫什么 这里谁老大 叫什么 我的逻辑 已经被你们践踏得不成人形了 我的逻辑 已经被你们践踏得不成人形了 应总 应总 何律师 抱歉把你我的见面推到这个时候 商务繁忙 希望你能谅解 非常谅解 作为一个律师 我很熟悉这样的心理战术 希望应总伪造文书最成立的那天 依然如此自信 伪造文书从何说起 根本没有申请离婚无效这回事 你又何必装作无辜 离婚判决书一直都是伪造的 我静静放开了手 低头沉默 低头沉默 安静的似乎 分开不过是眼泪 暂时停留 在我的眼眸 从今后你的难过 不再有我 是否忘记我 再一万次你回过头 你会发现还有我 陌生的文具 总是来不及 代替我的不安着急 这一场游戏 没有人犹豫 像我绰绰犹豫 等待最后一眼 最后一遍 滴滴答答答消失的时间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浩劫 倒数幻灭 这鲜鲜的告别 沿海岸线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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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鲜鲜的告别 沿海岸线终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